音 出現 清整 團性 圓 下面要重 然後拉動一下 指 圓 蜜蜂 好 肌 蜜蜂 很多動作都只是 習慣 不要把它看得那麼神秘 很多人都覺得那鞋子好厲害 很神秘 哪有神秘啊 這就是習慣 該轉的時候轉 該方的時候放 該放鬆的時候放鬆 該用力的時候用力 這就是習慣 其實寫字很容易迷惘 所以迷惘就是說奇怪 到底有沒有進步 怎麼感覺越寫越差 寫字會迷惘是正常的 寫字不迷惘那叫字大 基本上就是 他覺得自己天下無敵 不然寫字很寫久都會覺得迷惘 好像越寫越差 這就是一種進步 那寫字啊就是這樣慢慢的熟練你的 就是有點鼻手合一 然後心鼻合一 就是你想要做那個動作 你的手很聽你的話 會迷惘是因為你的手是不聽你的話 所以每次想要做動它往西 這表示不熟練 所以如果你問我說 我字怎麼越寫越不好 或是好像寫了 到底看不到自己 到底有沒有進步 我的指標就是 當你覺得自己很醜 就是你進步了 所以我都鼓勵 練書法的人要把自己的作品 不是作品 練習的東西可能 留個一張兩張下來 這樣累積起來 過了一年 那你就累積了很多張 當你自己迷惘的時候 把你舊作品拿出來看 你會覺得 當時怎麼寫得那麼醜 嚇死人 那表示你進步了 一定要有比較 如果你沒有留下以前寫練習過的作品 你真的會迷惘 會覺得自己怎麼都沒進步 怎麼那麼笨啊 事實上是 根本寫書法的人很難看到自己進步的 連我在寫我都覺得有時候越寫越醜 留自己的作品 不用多啦 練習的 留個一張 一個月留個一張兩張也都夠了 沒有那麼多空間給你放那些醜的作品 等它回去 那時是等 自己迷惘的時候拿出來 激勵一下試氣用的 那你就通常要進步啊 至少要差個半年啊 才比較容易看出來 比較快可能三個月 但大部分都還蠻久的 其實如果你有學過鋼琴 你就知道什麼叫做進步不進步 鋼琴的好處就是 它一天到晚都會讓你一個曲子 一直往前進往前進 所以你會覺得有進步 其實仔細看你要進步一點點 你要花多久 多久的時間 花了好多時間才能往前進 它每次給你一首曲子 這首曲子其實每次都差一點點 每次都差一點點 然後你要練好幾年才會發現 原來你很厲害了 不然短期內其實也是沒進步 看起來是差不多 都是要靠時間去累積磨練 沒有辦法一下就進步的 沒有這種可以塑成的 很多這種熟練的藝術啊 沒有塑成的 它不是理解性的 它是熟練性的 它不是理解性的 它是熟練性的 耐得住寂寞的本事啊 因為寫字啊 就是一支筆 一支筆一直 一張紙 三寸之間都開始在那邊寫 寫寫寫 灑不隆東的一直寫 它沒有盡頭 耐不住寂寞的人 可能要學畫畫 至少畫畫還有顏色嘛 書法就只有黑白的 很可憐啊